基隆市霸梁連署白熱化 國民黨啟動顧梁首組 積極力挺現任市長謝國良 同一天賴總統不約而同 現身基隆到慶安宮參加 地方議員就想問 難道是主稅清真準備布局 基隆補選嗎 我們也會深深的感受到 就是國家經濟的整體 現在目前是在動作 有可能您會打承基隆基隆的補選人選 從一開始就跟民進黨無關 從來都沒有討論過相關的問題 阿公就是慶安宮主委 基隆議長童志偉被外界點名 準備卡位基隆補選 在野黨更質疑 民進黨炒熱罷免 想轉移鄭文燦 涉談弊案的焦點 他現在利用媒體來轉移焦點 針對謝國良 這次的選罷法修法 對國良的罷免案 沒有任何的加分 反而是說 這次民進黨違背了他們當初 要改善制度的初衷 對謝國良罷免最用力的是誰 不就是你悠長嗎 怎麼可以 因為我選輸你了 可是我要很怕 把我們的弊案全部挖掘 先有民進黨秘書長林宥昌 動用黨資源幫忙聯署 後有中選會把基隆選委會 聯署查對時間 從40天壓縮到30天 諸委李靖勇 更直接現身基隆選委會 連一猛雖然霸凌國家隊成行 兩位綠營前市長不演了 這回選罷法修法 根本無法訴及既往用 在罷良案身上 在野黨認真推案 避免幽靈連署 綠營卻為政治鬥爭 國會裡推案又撤案 把修法當兒戲 地方上則操作罷免作戰 各位支持謝國良 用9萬多票將近10萬票 讓他當選我們的市長 只要7萬6千票 就可以把他罷免掉 這個有道理嗎 以9萬6千多票當選的謝國良 預估7萬6979票同意 就會被罷免 攔議目標催出超過8萬張 不同意票 要用多數民意 碾壓少數 罷免的聲音 記者忠誠亮曹廷寒 採訪不到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